大家可能都听过九连环七桥版等传统的抑制游戏 但是中国古人结合游戏和食用品的抑制索具 还有连环戒指恐怕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现在在旧金山就有一个针对中国抑制游戏的展览 王正晚今天要带我们一起去看看 在任天堂游戏机被发明到200多年前 中国就已经有首脑并用的抑制游戏了 九连环在这种状态下要解开走341步 我要再加一个环 它的这个步数就要增加一倍 那就是682步 然后再加一个环又增加一倍 等我当增加到32个环的时候 一个人一辈子已经解不开了 这次在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展出的中国抑制游戏展品 是住在伯克莱的张卫跟先生Peter 过去12年来跑遍中国 美国东岸跟欧洲所收集得来的部分藏品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收藏里头 就有很多的锁具是非常有意思的 有的拿了钥匙 你根本插不进去 不知道机关根本把这个钥匙插不到锁里去 有的有钥匙找不着锁孔 而这次展出的游戏中 有抑制的平板游戏 像是七桥版跟平板 连环类的抑制游戏 像九连环 巧环 连环戒指 以及要把象征曹操的板块拿出来的华容道 另外还有考验眼力的四喜图形 抑制酒具 以及根据损宝结构组成的鲁班索等 这些都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 这次的展出也是全美唯一针对抑制游戏的展览 观众现在看到的这一连串的巧环呢 其实最左下角的这一个跟我手上的那一个巧环呢 原理实际是一样的 那那么要么要怎么解开呢 这样就拿下来了 观众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从今天开始到10月11号为止 上网站www.ccc.org 就可以查看详细的展出地点跟时间 26台记者王中晚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